台北市長講完上任後 就開始積極惡捕局處業務 8號凌晨他和副市長李四川兩人 穿上裝備來到中山區松江路 視察路面工程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任期內 曾推過陸屏專案 只是到了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接棒後才喊咖 據瞭解台北市在今年排定106條 寬度8公尺以上路段路面整修更新 至於外界質疑是否編列預算會不夠 講完也解釋科市府在道路更新預算上 確實有比較少 未來會依程序逐年編列 再來進行相關路面的更新工程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給市民朋友 用路上的安全 中文字幕提供